艾爾登法魂上市之後 無視玩家崩潰暴走摔搜吧 怎麼頭目可以這麼噁心 但有朋友發現法師遠攻的奧妙之後 過關變輕鬆遊戲也更親民了 此時卻傳出一個聲音 玩艾爾登選法師就白玩了啊 之所以有人這樣講 是因為他們認為艾爾登法魂的樂趣 就在於克服困難 經過種種努力戰勝頭目 這樣才算有體驗到這個遊戲的精髓 而法師遠程輕鬆打 根本就是糟蹋製作人的設計 聽起來有邏輯但其實不合理 我本身是近戰職業 這遊戲之所以這麼難 那就是出招太容易被反擊了 每次只要一回刀 角色就會降到那邊 然後刷刷兩下我就被怪物清掉 而法師可以在安全的距離輸出 因此遊戲的難度就降低了 那近戰要怎麼玩這個遊戲呢 首先準備一把好武器 遊戲的地圖藏有很多寶物 每個廢墟迷鉤所透透 就有機會拿到神兵跟強化素材 把活力搞好就先贏一半了 接著要認真探索地圖 尋找黃金樹跟教堂 可以有更多的血瓶續航 縮到等級更是基本功 要穿上好裝備需要一定的能力值 血量提升更是大大幫助 讓人家不會瞬間被秒掉 最後就是搞戰機跟戰會 有MP7幫忙分擔火力 自己還可以打出各種特效 讓過關更穩更舒暢 而以上做的所有努力 都是為了提升容錯率 咦等等 那選法師不也是為了提升容錯率 講這麼多 結果大家都在做一樣的事 武士不孝百步嘛 所以要作為法師的人 自己也不要去搞裝備戰技 直接偷光光用新手去打王 保證最難最英和 才能真正體驗艾爾登法皇的精髓 玩個遊戲都能搞出鄙視鏈 真的吃飽太鹹 或許有朋友會說 認同法師員工 跟接受考試作弊沒兩樣 這樣未免也太卑鄙了 確實啦 如果今天舉辦的是 艾爾登競戰過關大賽 那用遠程爽爽打 真的就犯規了 今天是玩家自己在家裡爽的 管他公不公平 比玩道版比較重要 而且這種頭目設計的太離譜的遊戲 成為卑鄙的外星人才是美德 遠遠偷打剛好而已啦 之前在直播的時候 很多朋友表示想玩又怕過不了 畢竟遊戲還蠻貴的 買了卡關放棄很浪費 所以我覺得遊戲有簡單模式是正確的 門檻調低才能讓更多人玩到 娛樂應該是大眾化 而不是少數經營分子專屬的享受 還有一個朋友也說得很好 遊戲內容做得再多再豐富 如果卡在前面也是玩不到 有更多的手段讓玩家選擇 明明是老少介意的優秀設計 怎麼會被當成破壞平衡的作弊 經過這幾天的體驗 我現在敢推薦艾爾登法環了 對自己以技術沒心情的朋友 別去理那些酸言酸語 法師選下去就對了 還記得好幾年前 我FFs剛破關的時候 就很興奮很快樂 就跟朋友分享我破關的喜悅 結果對方聽到 反而只有我 你閃過140點的嗎 你手球隊有拿到冠軍嗎 什麼沒有 那你這樣哪算真正破關 當時我非常難過 一頭熱的分享 結果被破了冷水 當時口才也沒那麼凌厲 一時之間 也不知道怎麼回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遊戲 還要他規定怎麼玩 事隔多年 又看到艾爾登的戰士 在笑法師 就想給他嘴也回去 這個就是艾爾登法環的精神 小的時候 我們被同目欺負 長大之後 女兒回去 這個是 遊戲早期登場飛龍 現在我長大了 回頭料理他了 該是來嘗嘗他的滋味了 不是很強嗎 不是很臭嗎 不是把我捏著玩嗎 嗯 現在換我吃你的吧 這一口 是為了你當初 不讓我逃跑吃的 再給我嘴嘴看啊 這一口 是為了我當初 水瓶用完吃的 好甜喔 好鮮喔 再給我沒有補給啊 當時被虐得有得慘 現在就吃得有得少 艾爾登鵝肉 好吃 我會見你 做甚麼 我會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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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說甚麼